我看秦隆,有江南那些嗎? 我看秦隆,有江南那些嗎? 或是康熙的,他們混淆 不管,意思是說皇帝 他如果假裝、偽裝變成普通的小民 然後去亂逛,他還是會受苦受難 本來全部、全國都是他的 他下令在哪裡,大家都要磕頭的 要替他做事 不過因為他出去的時候,在鑽蝙蝠 而且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適合到很多地方都受委屈 有時候少偷把他們的錢都透光 連那個蓋賬啊 或是什麼寶貝的個人的國王的東西都被透走 然後他們在那邊也很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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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冒錢也沒有,也不能出去去借錢 那個時候也不方便告訴那邊的官員 因為他們出去只要查人情 看看人民有沒有地方不對 因為小民沒有辦法告到國王那裡去 告到小小的官府那裡去 已經滿不錯了 怎麼能夠把告狀弄到國王那裡來呢? 懂不懂? 所以如果他要查清楚 他自己本人要去看 要去主理 你們看啊 也不是在那部歷史裡面 任何朝代都一樣 任何國家都差不多 有一些暗命啊 不明白 很多人受冤枉 是不是? 都是因為那些小官啊 地方的官員 常受賄賂 然後有錢啊 有利的人啊 那什麼都能做 什麼都能蓋起來 那沒有錢的人啊 即使清清白白怎麼樣啊 也沒有人聽他們講話 所以國的時候 很多人啊受到苦難 也許現在也有那種情況 一定有 每個國家都有 這種冤枉的情況是很多啊 我小的時候也有看到一些 連我爸爸有一次也被人家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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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久好久以後 人家才把那個案啊 人家才把那個案啊 去說 弄明白啊 然後放他 然後放他 那些人是蠻有權力啊 要亂抓人啊 有時候為了錢啊 懂嗎? 為了要付錢給他們 比方說他認為是什麼人有錢的話 被抓進去牢獄裡面 如果你沒有拿錢給他們 他們會不放你 那萬一那個人沒有錢啊 就完蛋了 懂嗎? 他不能這樣隨便放你 他又懷疑你有錢就不給他 然後那個人被打太多了 就亂講別的名字出來 了解嗎? 他記得誰就講誰 有時候人不是信很壞 就情況造成亂講 像我爸爸的一個病人 他不記得別人的名字 他就記得我爸爸的名字 因為是他的醫生 要亂講出來 要變成同伙 事實上他們兩個那個病人 然後我爸爸也沒做什麼事 懂不懂? 然後人家亂誣告這樣子 我也不記得很清楚 那個原因是什麼 我就知道不是的 知道冤枉了 懂不懂? 政治的東西 政治的方面 我爸爸總來不甘率啊 不參加 懂不懂? 他們就亂講 有關政治是很麻煩 那個時候我們有戰爭嘛 功力啊 功力啊 比較不穩啊 法律啊 比較萬外一點啊 國家不穩啊 哪裡還有人管那個法律那麼明白呢? 所以還是被願望 所以那個上你們的皇帝啊 乾隆啊 他自己不顧自己的身份啊 就精神去查那些暗命 還查到很多不對的地方 那他們要去查的時候 當然身份不能揭露出來 不過啊 有一些人會知道啊 有時候連揭露自己的身份出來 那些小官員也不認得耶 聽懂不懂? 從來沒看過國王啊 然後不知道 那些是很爛的官員 所以不認得也好 有時候有一些認得 不過做壞事習慣啦 所以後來還是被抓 有一些認得國王 因為他有他那個 陰嘛 是不是啊 鋼陰症 那個什麼? 嗯? 御席 御席 對 國王 御席 御席 啊 御席 不過連他的御席拿出來 有的人也不認得 是嗎? 那些就 這故事也像我們曾經一樣啊 有時候連國王也要押進去 有沒有 把他灌起來耶 叫他殺貴啊 叫他做什麼什麼 很那種 被嚇的事情 事實上 他是國家最偉大的 因為 對人民有愛心嘛 自己再去查看看 這種情況啊 很類似天堂的 上面啊 佛菩薩 神啊 仙啊 哪裏知道人間痛苦什麼 他們每天跳魚啊 唱歌啊 喝葡萄酒啊 盤桃酒啊 然後吃什麼最好的東西 不知道人間 不知道人間痛苦 不知道人間痛苦 你們看那個 《阿彌陀佛經》裡面有說有沒有 西方淨土 連那苦的那個字啊 也沒聽到啊 何況受苦啊 所以有的時候 佛族啊 佛族啊 或是菩薩 應該自己精神上來 看看 因為我們那個要求啊 我們 道高的那種 氣氛啊 有時候 也會衝到上面去 不是直接衝上去啦 聽懂嗎 有一些 有一些神仙或是什麼 他們有時候 飄來飄去 在說佛世界啊 然後 當然神仙佛菩薩裡面啊 有一些人啊 對人們 有一些 不是人 有一些神仙 或是佛菩薩 對人間啊 有感情 有關心 有緣 所以他們就上來報告 或是他們本人 自願殺來 就苦就嫩 不過他們殺來的時候 身份啊 不明白 沒有辦法 跟誰證明他是佛菩薩的 今天我穿這個衣服 不是跟你們證明什麼啦 我認為木頭槍啊 穿這種衣服太難看了 我自己裝一裝看看 會不會比他們好一點 不然太對不起觀音菩薩了 有時候師父去大陸 或是去寺廟裡面看看啊 他們把那個觀音菩薩 賺得到沒辦法 沒辦法呼吸 因為大家都供養 觀音菩薩 一套衣服嘛 最漂亮就穿在外面 有著觀音菩薩 穿十幾套衣服啊 知道嗎 在大陸啊 或是在 也許比較保守的寺廟啊 有在家人拿衣服來供養他 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不過木頭裝不會這麼漂亮 懂不懂 那東左都沒有飄飄啊 然後 又沒有出去外面給風 風飄一飄 就比較好看 都是坐在裡面那個樣子 然後 然後消香啊 然後什麼 那種煙啊 都染在自己的鼻子啊 有時候 身體都黑 有一些寺廟他們認為 那個香越久啊 越有加持 所以有時候那個香的那個 香燕那種 顏色也不差啦 所以觀世音菩薩變得很醜 像那個老烏伯一樣 在那邊煮藥 他臉都變很黑 穿什麼衣服都不好看 嗯 有時候木頭箱 那種過度了 懂不懂 那邊擦得很紅啊 那邊擦得很綠啊 然後眼睛 哎呀 這硬棒棒啊 像死亡人一樣 是很對不起佛菩薩 佛菩薩如果撒凡的話 就是 穿怎麼樣衣服啊 也不能證明他是誰 因為上面的衣服啊 跟我們這邊衣服不一樣 這裡不能算衣服 就能算衛塵 就是擺衛塵 那是紅黃的衛塵 那合起來 衛塵知道嗎 那個髒的地圖 飄來飄去啊 這就不能算衣服啊 像這種布 上面當抹布 當垃圾 而且外表也不能證明 一個人是誰 所以有時候 你們認為佛怎麼能做 為什麼應該用這種辦法 那種辦法 為什麼不是呼啦呼啦 就比較快啊 通通戴上去就好了 幹嘛那麼委屈去期啊 要為難自己和徒弟呢 因為這一邊啊 不是佛菩薩的地方 不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就是因為偶爾有一些人啊 他想脫離這種境界 阿宅 急救佛菩薩幫忙他們 懂不懂 啊 那個時候佛菩薩宅 應該殺來幫助這些人而已 不是為了全部世界殺來 聽懂 嗯 那殺來的話也不能 這樣叫嘛 明明顯顯啊 公公開開 然後打中打雨 叫全部世界的人來看的 即使來看啊 他們也看不到 剛剛你們有聽說啊 我們那位有神通的同修 摩有捐他 怎麼做都可以 捐人家怎麼修行都可以 就不能捐人家修觀音法門就對了 有聽到嗎 為什麼呢 修觀音法門不算修行嗎 算 他們都知道 不過他們知道 這個修行法門太厲害了 一舉就不回頭了 然後任何的國家都喜歡我們的國家比較多人啊 懂不懂 多財多貴多貴多人啊 富長啊 哪一個國家願意把人民送到別的地方去 去當人家的公民呢 魔王也是一樣 他喜歡控制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生生世世 當他們的部下 努力用人 不讓我們知道更高的地位 本來人就是萬物之主啊 是不是最高的呢 怎麼會生生世世墮落這個樣子 連到飯有時候也不夠吃啊 一個人的權利也沒有 那就算什麼世界呢 生命也難保 有時候誰想殺就殺 誰想冤枉什麼就冤枉什麼 誤告什麼就誤告什麼 身體受苦受難啊 不曉得 用什麼語言可以顯容 這是魔的世界 如果 魔王留我們在這邊 然後生生世世啊 給我們很舒服的生活 聽懂嗎 很漂亮的衣服磚 很那個光榮的一種地位 最小很舒服的很安穩的生活 我們可以磕頭 當他們的用人 或是部下 或是當他們的公民 懂不懂 就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的世界啊 富小窮多 是不是這樣子啊 樂小苦多 就表示說 魔王啊不是很好的一位 那如果我們上去佛菩薩的境界 什麼都有 我們想一個念頭我們要什麼 馬上就有什麼 這個世界我們要什麼 哎呀那麼容易嗎 啊 你們每個在家徒弟 或是普通的外面的 不徒弟的人 工作八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回來還要做那個家庭的工作 有時候啊還算夠用而已 是不是 如果沒有病倒 沒有發生什麼大災難的話 還可以說活得下去 萬一有什麼意外 真的很困難啊 跟人家接見以後 一輩子也還不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耐下去 那是算什麼世界呢 一位國王啊如果啊 他是好好的明君啊 那在他國家裡面 人家還算夠用夠喝啊 安樂一點 在一個世界裡面啊 那個魔王啊當王當不好嘛 有人還是不夠喝不夠用 是不是 就表示說 這世界沒什麼 沒什麼值得我們留戀 叫便當啊 不好啊 跟魔不好玩 所以有時候啊 我們在抱怨啊 像那些清朝的人民一樣 他看那世界不公平啊 當那些官啊 不經理啊 所以他才 人家才抱怨 然後有一些 好的官才聽到 聽到才跟國王報告 國王才自己精神上來 明朝 同樣的情況 還好我們世界 有一些人啊 比較有眼睛 比較有有好的口味 他們對這個世界不滿意 對國王的安排 對那個魔王的安排 不佩服 所以他們跟佛菩薩 評告 在裡面要求 很誠心的時候 佛菩薩會受到 如果不夠誠心啊 會被擋在那個魔王等級下面 然後他們自己主理 不管他們主理好不好 還是他們自己主理 然後我們還是受苦受難 受冤枉 比方說你評告到那個 一位貪官那裡去 然後他就一定會跟你說 你給我四百兩 或是五百兩 我就放你兒子啦 或是我就放你了 懂嗎 那你給他他就放你啊 你不給他他就主法你 不管怎麼樣也是他自己主理而已 聽懂嗎 他是對我們不利的 如果我們真的很好的人有 有運氣 我們會碰到一種清廉的官 然後他一定會主理好一點 這個清廉的官是跟國王 很同的理想 懂不懂 誰說同一題的 他主理的事情 跟國王主理 跟那位明君主理一樣 意思說同樣的方法 一定會功名正大量 不過那種官比較小 古的時候啦 比較小 現在我們不用談 現在我不去查 我不談 我不想談那些官的事情 就是我們講那種乾隆人的故事 同樣啊 佛菩薩在世界也有 不過我們不好 好不容易碰到 聽懂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祈求啊 也祈求不靈 除了我們跟那些 真正的佛菩薩 撒凡的那種人 祈求啊 我們那個要求啊 才滿足 上路我們碰到那些禁聯的官啊 然後我們的告狀啊 才有用 懂嗎 這些禁聯的官有啦 所以 瘦婆世界佛菩薩沙坊也有 就是我們要 身口也很乾淨 要真正的誠信誠意 懂不懂 不是為了名利而久 不是為了個人 那個感情而久 不是為了自己利益而久 那一定有一天會碰到那種 佛菩薩化身 然後他們一定會把我們的事情 替我們辦得明白 如果我們碰到這些人啊 然後我們靈魂又渴望解脫的話 我們一定會解脫啊 如果我們只求他們幫忙那些物質的東西 當然他們就幫那些忙 他們就走了 好吧 所以看我們心裡要求什麼 那我們會得到什麼 我們修觀音法門的同修 師父期望 不管你們過去做什麼事 就是 總音心以後 我是越來越應該 了解自己的 理想啊 越來越往上面走 因為我們一離開師父的話 一離開那個光亮的理想 馬上磨就來了 聽懂嗎 我自己有精神許願 有一些徒弟啊 所以越這樣很深 不過有懺悔心啊 這次要來這邊幫助師父 將功署罪 把自己等級 提高 比方說這樣子啊 我們比如說比方說而已啦 就比較安全啊 然後跟著師父的時候 當然有考驗啊 不過不會惹到磨啊 聽懂嗎 一離開師父 每一次都一樣 身心一離開的話 磨就馬上來 就師父明明白白看到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師父很想 留你們在旁邊 或是很想 幫助你們某些地方 你們別認為自己了不起啦 就是 也別認為師父 你們的市場很好 或是修行很好 師父就喜歡 聽懂不懂 也說不定 因為有時候如果 如果師父一放你們 你們就丟了 懂不懂 一丟了以後很不好回來 因為那個時候磨都會防備了 懂不懂 剛剛 比方說 剛剛你們來的時候 就磨完 還沒有驚動那麼多 懂不懂 師父偷偷拿過來 過來完了以後就來啦 來這邊就好了 如果心還放在那邊啊 他們會知道 如果他們想辦法已經拿你們過來啊 就不好再回去喔 即使要回去 要回來 師父這邊 或是回去 逛亮的地方 還是掛咧正死 掙扎 有時候 很痛苦 連累師父很多 連累都同性很多 因為這個世界 你們知道是魔的世界 動到一個的話 哎呀全世界的魔都 力量都過來 你們知道不知道 全部都是他們的啊 比方說 你們看 師父紅髮 那種紅洞啊 也是蠻多徒弟 不過一世界的那個 人數來算的話 那就算多少呢 不多哈 懂嗎 不過你們也別 別 別失望啊 因為那個 你們的經濟朋友啊 無形的五代六七八代啊 也被帶上去 那個是很多啊 然後一個影響到一個 一個影響到一個 然後一個影響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影響到另外一個 因為每個人都有經濟朋友啊 聽懂不懂 所以帶一個過來的話 整個世界震撼 所以他們才 那麼麻煩師父啊 才那麼困擾你們 一個不是一個而已啊 一個帶五代啊 五代又帶 然後然後 他們又 連光很多人 懂不懂 你有一個朋友哈 我是兩個朋友 帶他兩個人來影響 說不定 就兩位朋友 還有二十個 三十個朋友 然後三十個朋友 那個 我有七百個朋友 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燃下去 是很恐怖啊 如果你們每一個人啊 六個月以內 比方說每一年 可以度四個人而已 拉四個人來 運行而已 過了沒多久 全部世界都運行 聽懂啊 每一個拉四個一年而已 然後另外四個又拉四個 你知道嗎 然後四個又拉四個 下去啊 一直這樣子弄啊 所以魔王很震撼 所以即使我們同修 目前看起來 沒有跟世界的人數 比得怎麼樣的 樹木啊 不過啊 這個是很恐怖啊 繼續做下去的話 就是那個樹木 當然會很多啊 所以師父 才受到很多困擾 很多 很多障礙 魔王 特別用自己的徒弟啊 打師父 你懂不懂 所以你們修行的人啊 如果不要幫助師父的話 沒有關係啊 要自己保護自己就好 不要被魔拉走 不要當魔的工具 不要跟師父 都做對 因為這樣子 就障礙很多 障礙到自己的 也不是障礙師父而已 不是障礙到同修 障礙到師父很多 障礙自己是最多的 因為你們好不容易 來爬上來這個地位啊 生人的地位 懂不懂 一不小心 掉下來就掉了很久 你們不要認為 你們做錯了以後 然後就說好 以後我不再做就可以了 不就那麼簡單啊 那個影響啊 還留在裡面很久啊 上喝毒藥一樣 知道嗎 就是那個解毒啊 不過那個影響 還是讓你們 昏昏沉沉好久啊 喝酒也是一樣 喝任何的那種 迷魂藥都是一樣 身體也碎弱 了解嗎 我們靈魂也是一樣 每一次被打敗一次啊 我們靈魂都碎弱下去 好不容易再回覆 好不容易再回覆 有時候應該重心再開始 也沒有比重心開始 那麼好 那麼順利的 我們剛重心開始的時候 我們心還比較單純 我們心還比較單純 懂不懂 頭腦會說不那麼複雜 那個時候我們碰到困難的情況 又好不容易碰到一位民事 或是好的法門 我們心很有那種熱心啊 懂不懂很熱忱 一直衝啊 瞭解嗎 瞭解嗎 後來啊 我們那個衝的力量啊 如果被擋啊 被倒下來啊 沒有比第一次那麼 那麼熱烈啊 瞭解師傅醫師嗎 而且我們倒越多 我們也不好爬起來耶 比方說兩個人打仗啊 你們看那個武俠電影的時候 我是看他們在台上那個弄那種打仗 越被打的人越倒啊 是不是 打越多 越沒辦法爬起來 越來越碎弱 越來越碎弱 然後對方會 會把我們打倒 有時候 你們看到一些這裡的出家人 你們心很尊重 後來聽說師父罰他們 趕他們出去 要叫他們不能再賺出家的衣服 你們同情性跑出來 不過你們不知道他們裡面的品質 難得我受到異性的 那個受到異性的徒弟 難得有他們離開世界來跟師父住家 我哪裡喜歡趕他們出去呢 聽懂不懂 如果很喜歡趕人出去的話 那根本不要收了 從開始根本不要收人了 是不是 收那麼辛苦 然後訓練那麼久 然後趕出去 那個誰最痛心的 是師父嗎 是嗎 感覺到失虧啊 虧本啊 浪費很多功力 很作折很失望 比方說這樣子 最痛苦就是師父啊 如果不受他們 從開始不受 是不是比較好啊 該嘛 那麼收進去 然後訓練那麼久 然後浪費那麼多精神 功力那麼多 然後又趕出去 這個是逼不得的 不過 因為師父趕出去 也說不定有什麼力 外面都是他們的部下 聽懂不懂 等他們一離開師父的話 馬上就叫回來工作了 所以師父真的逼不得啊 再趕那個徒弟出去 他們如果滿身都是魔器 我修理不了啊 聽懂不懂 再趕出去 所以你們別替那些人 同情 等一下他們業障 都跑你們身上 有時候在這裡也是這樣子 我本來要趕另外一個人出去 結果另外一個 趕一個出去 另外一個來介入 同情他 看他安慰他 拿東西給他吃 我是要談 意思說對不起他 然後怪師父 懂不懂 等一下 我還沒有看這個人走 我已經趕那個人走了 聽懂嗎 然後留這個人下來 這個也不是師父能做 有時候是你們自己找出來的煩惱 怎麼不信任師父就信任徒弟呢 不管 徒弟怎麼好啊 也不會比師父好啊 聽懂嗎 要真正比師父好 也許要順戀了好久以後 不是那麼快 那你們怎麼不聽一位老是去聽 去聽那個徒弟呢 不管他多好啊 聽懂不懂是不是啊 就不合道理 何況被師父那個 趕出去 應該知道有理由 我不是怕你們 擁護他們 對我怎麼樣 你們幾兩 一兩三個算什麼 有什麼力量 就抵抗師父了 懂不懂 我不怕你們這些 不過啊 我就怕你們那個 那個無名的 又又無罪 又被那個業障燃上 又被那個燃那個魔器 那個硬氣啊 然後自己又又堕落下去 懂不懂 我又多一個徒弟 麻煩 為了你們好在講而已 不管你們擁護誰啊 對師父有所謂 外面已經那麼多人誹謗啊 公旗啊 這算什麼呢 而且自己一徒弟 被判師父 也不是世界沒有啊 不是從來沒有過啊 耶穌基督也被啊 釋迦牟尼佛也被啊 被他們被判啊 那我怕什麼呢 如果怕早就怕了 了解嗎 有時候你們不知道 這種厲害啊 然後用凡夫頭腦判斷 他對你們也自己不利 如果師父要做什麼 最好不要 不要介入啦 師父不會對任何人不公平的 如果你們查一經二處 如果你們查一經二處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就你們不查 你們就聽那個 那種規模的話 當然他們講好話 掉幾個鱷魚眼淚給你們看看啊 我掉四大海的眼淚啊 你們沒看到啊 掉幾地算什麼 所以有時候 修行啊有好幾種障礙 自己的障礙 然後別人帶來的障礙 然後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種感情的障礙 我們想佛菩薩的時候 我們加實力滿滿的衝過來給我們 我們想摩的時候 不管是同情他 或是跟他同意 或是幫助他什麼地方啊 那個摩加實力會來 懂不懂是不是啊 然後不管我們對他做好做不好 他們的那個品質啊 那麼那個那種力量 會燃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無形中就變他們的部下了 了解師父意思嗎 同心會相吸 然後從那天以後 我們會吸到很多 不好的那種氣氛啊 我們修行越來越難過 有時候連也想離開師父 懂不懂 想丟掉觀音法門 這個都有 等我們後悔再回來的話 哎呀又重新再爬 已經爬到一半山了 要掉下來嗎 要再爬的話 哎呀比以前還要累啊 因為我們那個元氣已經消耗很多了 懂不懂已經爬到一半了 所以如果我們不修行啊 有一些人啊 有時候如果那個思想變改變成魔的工具那種啊 我真的靈殼他們從來沒有看過師父的 我靈殼他們在那個 五五明明那個地方啊 然後好的音樂一爬就上去這樣子 靈殼沒有認識師父 靈殼不知道關於法門 因為如果明知故犯啊 罪惡甚重 已經受到教育了 又再爬回來 聽懂不懂 那個力量又更傷害到別人 傷害到自己 你們都知道啊 修行的人啊 力量很大嘛 有沒有 所以你們有時候想到什麼人 那個人就知道啊 不是想到什麼東西啊 就都會變成真的啊 會出現 那我們如果用這種力量 想磨的去想啊 做磨的工作 你們認為也厲害嗎 也是很厲害啊 所以真的有時候 師父靈殼那些人 不認識我 不過有時候 他們跟師父有緣 一陣子這樣子 也不好拒絕 佛菩薩不能挑剔 不能分別心 懂不懂 不過便非那些人 完全都好的 師父裡面是原諒他們 不過外面還是要有規矩 懂嗎 比方說一個同修 或是一個住家人啊 打人家都受傷啊 內傷啊不是外傷啊 外傷是也可以快的回復 打一個人都受傷好好久 比方說這樣子 然後好幾次捐導都不聽的話 聽得不懂 要再做別的壞事 要沒有受規矩 破壞這裡住家人的那個 安穩的氣氛 你們認為他還值得住家嗎 不值得 即使師父很同情他 很原諒他 認為他無名怎樣怎樣 不過他一直明知故犯 如果留他在這邊的話 萬一又再打別人死的 怎麼辦呢 聽懂嗎 或是再做別的壞事啊 然後做不好的榜樣 給新的出家人進來 認為他是長輩嘛 懂不懂 出家那麼久 那他可以做這樣子 我也可以做一半就好了 那師父怎麼招待呢 你們了解嗎 所以師父逼不得啊 再趕人出去 真正的很壞 修理不了師父在趕啊 趕的時候師父很痛苦啊 你們不要認為那麼那麼好 因為我知道他那個力量啊 出去啊 用在壞的地方 連累到師父 你們懂嗎 比方說 兩個國家打仗嘛 然後 這邊的武器啊 和人力啊 都送到那個敵人 那個地方去 然後敵人用那個自己 用著這邊國家的那個武器 和人 人力啊 都反抗來這個國家 你認為是不是更壞啊 懂是不是意思嗎 所以佛菩薩薩來度眾生啊 不是那麼簡單啊 有時候 真的被磨磨磨那個 利用自己的力量 然後 還過來攻擊自己 所以自古以來 明師他最怕收土地 他收很小 很小人公開出去弘法的 懂不懂 即使游的話 也不會留土地在房邊那麼多 吸收你的元氣 然後萬一有一天 他要被磨拉走 他那個前世的業障很深 他沒辦法爬上去 業障拉走 他就反過來 打你 受土地啊 像那個武士啊 叫人家學武一樣 學武的 叫武的武士 他們要學徒地的話 他們要考驗 是不是 那個人有沒有道德 有沒有忠誠啊 有沒有良心啊 亂叫的話 等一下他會打師父啊 是不是 不過佛菩薩 如果選者太多的話 那就不算佛菩薩啦 懂不懂 只好 要犧牲自己啊 忍耐等待 萬一那個人 真正的有攀背信的話 那個時候還可以開除他 聽懂不懂 他還沒有先 弦露那種 壞的品質出來 不能講他壞話 沒有證據 不是師父不知道 就是師父很為難 懂師父意思嗎 所以什麼人被趕出去 或是被當家師組裡怎麼樣啊 你們別在那裡徬徨懷疑什麼 懂不懂 看整個芒果書啊 結果有多少呢 懂嗎 有的剛剛這樣 被蜜蜂釘啊 被蜂吹啊 被蜂吹啊 被蜂吹壞壞掉了 有的時候花啊 一開啊 就被蜂吹走了 了解師父意思嗎 那個不是芒果書的錯啊 就是一些安排如是 我們人類也是一樣 每天不曉得多少 小孩子生出來 不過多少獎大成名呢 多少變成好人呢 還是有一些變成不好的 那個社會的那個 壞的那個成分嘛 是不是如是啊 那你們也沒什麼好驚訝啊 這世界都是磨的嘛 能夠選主來幾個好種子 就是很驚訝的事情 如果全部刨掉 也算不算什麼 也不算什麼 好驚訝的 本來就是種磨的 選主來了 怎麼還驚訝什麼 如果他回磨的地方去呢 了解師父意思啊 也不用驚訝為什麼 如果師父一個人 那個趕出去 然後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人 有一些會來擁護他 因為就是自己的目瞎嘛 這都是磨的世界啊 師父有時候感覺到自己是單身肚麻 單身肚麻的一個人而已 你懂不懂 看來看去是就沒什麼擁護的那種力量 有時候師父有一種 意思是說錯的感覺 我看你們都是像朋友一樣 好好會信任這樣子 很會靠這樣子 然後忽然間被打了一頓 才醒過來 才看得清楚那個是誰 了解師父意思嗎 不然師父不會去查看看誰是誰這樣 即使知道也不用知道啦 給他機會嘛 懂不懂 不過有時候給機會也不行 他不拿 因為前世的那個印象太深了 除了他 真正那個那個 做壞事那個前世的時候 後來又真正的有殘跪 懂不懂 然後受到相當的公平的主法 後來那個那個印象啊 傳世回來 在構成後 給他 給他不敢再做壞事 不過既然是如此啊 有時候他會碰到別的情況 比方說他傳世回來 他已經懺悔 他很想不再做壞事了 不過他再傳世回來 又碰到那些以前那個同伙啊 懂不懂 那些同伙又沒有修行啊 又很爛啊 然後品質又很不好 那意思說 又故意來找他 了解師父意思嗎 那個人還是很危險 如果在這個輩子 定律不夠 一定還是被會拉回來 了解師父意思嗎 嗯 社會上也是一樣嘛 比方說 有一些以前是 你們知道啊 報紙或是什麽自己的人啊 有時候 出去外面跟那些流氓啊 是什麽 很壞的人在一起啊 後來呢 後悔啦 家庭捐倒了 或是什麽被處罰 就後悔就回來了 當一個很善良的公民 繼續壞一個很平常的生活 不過後來那些以前的那個同伙啊 以前的流氓的朋友 又去繼續去找他 有沒有 有時候射他進去 讓他沒辦法再 再回去善良的生活 這個也有啊 是不是 你們知道不知道 知道嗎 同樣啊 我們修行的人也是這樣啊 有時候不是師父沒死悲心 不是佛菩薩不給我們機會 就是我們超過去 我們自己不夠誠心啊 不夠 不夠警戒心啊 懂不懂 我們在這個世界都是磨的嘛 磨的世界陷阱很多 我們走一步要小心一步 走兩步要小心兩步 不然會掉到那個 那個深很深的那種 洞裡面去啊 爬不回來啊 上一次啊 當教師有去處理一些事情 有一些地方啊 童修比較 櫻頭啊 一天到晚幫助那些 對師父 不利那種人 聽懂不懂 因為那種童修以前也是 煞夜太重啊 所以現在就是跟著師父啊 那個夜障啊 惡心還沒有斷 不好分別 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 所以一次對師父不利 後來他們還說 耶穌基督啊 原諒啊 那些殺他的人 懂不懂 那師父怎麼不原諒這些人 殺我啊 還是對我很好的 略帶師父啊 略帶我天天這樣子 總比沒有丁好 那個丁一丁就死掉了 搶一搶就死了 懂不懂 我任務就做完了 我就回家 那個不算什麼不好啊 就是天天虐待啊 用種種的方法 讓師父沒辦法弘法順利 讓師父精神都很疲勞 吃不下睡不著啊 那個比殺我還要 還要嚴重啊 你們了解不了解 殺了算什麼 誰要殺就殺 比較簡單 脱力苦海嘛 誰想想做這個工作那麼久 不過原諒是死父還是原諒啊 懂不懂 我裡面原諒啊 不過斷題 我那個生團的斷題 和住家人的修行的斷題 我還是要整理啊 了解師父意思嗎 難道你們要我們的住家人啊 可以隨便要打誰就打誰嗎 不是要偷什麼就偷什麼嗎 要騙誰拿錢就騙誰拿錢嗎 你們喜歡那種生團嗎 那為什麼我處理事情 你們還不信任我 難道我把生團的 有一些壞的那個蟲啊 那個那個那個 都登爆出來廣告 你們才知道嗎 事實上這個師父也不應該做 是他們割人的事情 是他的割性 聽懂不懂 他不改的話 那應該趕他出去而已 也不應該對公眾廣告幹什麼 了解師父意思 趕他出去已經很痛苦了 何況呢在廣告呢 這個也不算出家人嘛 了解 了解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規矩啊 不能這樣子 什麼人要做什麼都原諒他 原諒是可以啦 師父是原諒啊 我不會生氣什麼人 不過 如果 什麼東西都有他的 辯解嘛 是不是 比方說我們同修是要 四書 要受五劫 要打坐 那有一些同修 異性的時候 師父已經有寫嘛 如果你們沒有尊重這些規矩 或是不相信師父 或是不喜歡跟我們 你們不受見 那你們不用再來嘛 是不是 那個大家有見明 如果他犯這種規矩 我們當然應該捐到他 捐不了了 我們就要開除他 是不是 因為他不是算同修了 他不受規矩啊 任何短題都一樣 比方說 兩隊要 要怎樣 要打那個 打拳有沒有 打拳有打拳的規矩啊 懂不懂 不管那個隊長 他怎麼樣度量啊 你不受打拳的規矩 你怎麼打拳啊 然後當然他就請你出去啊 那就送別人進來啊 不然的話大家都不能打拳啊 為了他一個人兩個人 了解師父意思嗎 不是那個隊長 對他有什麼 不好 不是度量不大 而且人家達拳的地方 你在這邊亂動 亂那個什麼比較話熟呢 自己又不達拳 又不受不達拳的規矩 又不學好規矩 又在那裡破壞人家 達拳那個氣氛 那根本不應該的嘛 是不是 這個跟度量和不度量 有何關係啊 了解嗎 這個跟愛心 或是不愛心 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任何關係 即使他太太跑進去亂搞這個樣子 不管他愛他太太怎麼樣 他還是要開除 是嗎 因為那個地方不是談出擊的事情啦 那個地方是人家玩久的地方 玩久也玩久的規矩 好玩 如果有一個人不受規矩 如果有一個人不受規矩 那個不能玩久啦 不好玩啦 了解是不是嗎 還有很多人要看啊 不是我們玩而已啊 聽者來啊 大家都買一票來看 然後你在那裡為了愛愛太太 那四人感情 讓太太跟那裡弄比較花手 可以不可以啊 然後如果你趕你太太出去 為了太太不受答權的愧疾 那會不會有人罵你不愛你太太啊 不會 那你們怎麼那麼不合邏輯 那師父趕什麼人出去 你們都干擾 都介入 都怪師父不好 誰敢怪我不好 現在站起來 講得明白理由 如果講得對 我會帶那些人回來 如果講不對 你自己出去 不要在師父背後做亂七八糟的事 然後我又自己 沉在那種無名的程度 然後我又做更深重的業障 我知道這些不多 你懂不懂 那些同事是不多 不過還是 還是有影響 懂不懂 讓大家都迷迷混混 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什麼都提那個愛心出來 那原諒的心 這個原諒的心 和愛心用不對的地方 就變愚蠢 知道不知道 你的小孩一天到晚 就去外面打人 偷人的東西 你不罰他的話 你是好的父母嗎 那你們要我變成什麼樣的父母啊 啊 好的啊 謝謝 謝謝 什麼連這種小的邏輯也不懂啊 這讓師父要講呢 我認為這個是太小事 你們應該了解才對 像你們那麼一天到晚宣揚 對師父信心高長 修行很厲害啊 怎麼連這小事情也不懂 我是不是講你們全體的 講那些有關的 誰有關的馬上聽得懂 你們聽不懂 比如說你們沒有關係 就沒有關係了 一定有那種無聊的 所以你們看你們修行怎麼樣啊 等一下考試就知道了 啊 考的時候不要讓他考倒 你自己倒是否也拉不起來 如果倒一次兩次三次還可以倒太久的話 我跟考官也不好招待啊 聽懂嗎 我又不能在那裡替你們寫 哎呀宇宙都知道啊 我躲到哪裡替你們做事呢 我躲在哪裡替你們蓋起來呢 我做什麼東西 那個宇宙不知道呢 我怎麼能夠做那什麼人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你們別介入師父的工作啦 自己做自己功課就好啦 自己做直接的 吃書打坐 照顧自己的智慧 看看有沒有每天進步 你們愛管閒事 管別的工作都不管 管我的工作啦 糟糕啊 嗯 如果是不需要你們幫助 我會告訴你們 不需要的話 不要吵 而且 幫助那些不該幫助的人 你們傷害他 聽懂嗎 窮壞他 然後沒有給他一個機會反省 出去外面你是有靠山 一出去就有靠山 一出去就有靠山 那當然他們看不起啊 看不起師父啊 師父叫什麼都不行 不好啊 比方說 那些犯人啊 在社會鬧亂啊 或是殺人啊 無數這樣子 好幾次啊 政府捐导都不會改 懂不懂 那政府是要追 追把他們灌起來 那你們幫他們放出去 是不是對社會有害啊 然後 然後是不是對他本人有害啊 是嗎 對啊 他太舒服了 做好事跟做壞事一樣啊 窮都有人來接營啊 安慰啊 貢獻東西給他吃啊 給他更舒服的生活 比政府貢獻在牢獄還要舒服 那當然他繼續做壞啊 是不是 他不怕啊 怎麼越做壞越好呢 像一些被趕出去的和尚啊 你們的街 到你們的家那裡來 要什麼東西都供養 啊 錢也供養 這裡住家人又不敢收錢 都不能收錢 都不能收供養 一罰出去 什麼供養都能收的話 我也很驚訝 為什麼你們沒通通一起跑啊 出去比較舒服啊 又沒事服罵 又沒什麼貴旗 又叫一家人 馬上開門歡迎你們 台架上來放在佛座上面供養東西 怎麼不出去啊 不知道他們出去有什麼那麼好嗎 今天我講出來給你們聽啊 這麼好的 要的話可以一起出去嘛 這裡錢也不能收啊 供養也不能拿 規矩要收啊 每天早上三點半要起來 打桌到七點 七點工作到八點八點 做什麼事到十點 然後一天兩餐 不能出去買東西 錢也沒有 出去就太紅啊 怎麼不出去啊 不用等是不敢嘛 自己出去更光明正大 隨便跑到哪一個 就家家人的那個家 他們都歡迎你們 可以拜賽去 懂不懂 要不要出去 不要說妄語啊 要不要出去啊 為什麼不要呢 出去那麼好啊 嗯 你們還沒出去 才不知道怎麼好 不然我看那個被 那些被趕出去的和尚 怎麼那麼亮來亮去那麼快樂呢 啊 裝起來我是真的快樂 我也不知道 要裝沒事這樣 什麼東西都有 趕出去的話 趕出去的話又合在一起更紅 本來一個人兩個人還不不不不不 不敢怎麼樣 那合在一起的話要做點圈動地的事 然後有圈倒住家人亂 圈倒在家徒弟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過我不怕啦 自生自滅嘛 我們還沒來以前也沒徒弟啊 如果你們走了你們做亂七八糟的事 本來也是很壞啦 你們本來從壞的地方來啊 回壞的地方去 也算什麼跟干我什麼事啊 聽懂不懂 不要認為這樣師父就怕啦 我當然怕 就是替你們怕 怕你們後悔來不及 自己消滅自己的靈魂 然後自己 意思說 要整罰自己這樣子 難得才有一點點 生生世世的 起祝來那個 解脫的心啊 然後都被磨這樣困擾 再可惜了一點 又再來那生生世世 融回幾千百萬年的話 是不是太可憐了嘛 好不容易才急到道心啊 那個道心才提起來 聽懂不懂 不然生生世世都迷迷糊糊 這樣子活了一輩子啊 種菜啊 種樹啊 耕田啊 鑽錢啊 生孩子啊 養孩子啊 冤冤稠稠啊 恩恩惠惠這樣子 然後活下去 生生世世這個樣子 好不容易有意思才提那種 菩提心出來 九道心才提出來 還沒有那麼意思而已 如果這個又拿掉的話 不曉得多少千百年以後 才能夠再提出來一次 懂不懂 恩惠也不是佛菩薩 不是永久給我們啊 給我們一次兩次三次 懂不懂 然後我們又拒絕的話 懂不懂 又浪費又不珍惜的話 以後不再給了 你不要認為這樣子 佛菩薩應該慈悲無量 如果慈悲無量的話 那根本不用修行啦 根本不叫你們修觀念法門蓋嘛 通通放在那個身袋裡面 戴上去就好了 了解嗎 宇宙有宇宙的法律啊 比方說我們這邊有一些貴曲 有時候 師父已經講出去了 就不能收回來 因為犯太幾次了 太多次了 比方說出家人呢 一直犯這個 一直犯那個 一直犯那個 我說 已經講好幾次 每次都原諒 我罚過一點點 然後又就不罚了 不敢出去啊 我是不做別的嚴重的那種 判決了 不過每次都犯一樣了 懂不懂 太多事了 太多事 或是太多人犯一樣 因為不嚴肅嘛 師父不罚很嚴肅 大家都不 很懈怠的心 很隨便 所以我家有一天 比方說我說 從今天以後 如果任何人犯一樣 這種缺 我一定會趕出去的 懂不懂 然後 我認為這樣 他們才嚴肅 把他的心 鑽起來 就不會再犯那種無聊的 那個錯誤 給師父每次都罵 給人家不好面子 當你們認為這裡 我們都很喜歡罵人 事實上不是這樣 他們犯錯 每次都一樣 所以師父 也許那一天就說 從今天以後 如果犯那種罪 就不能再罰什麼了 懂不懂 已經趕出去而已 那我已經講了 就不能拿回來了 聽懂不懂 有的時候我講了 我就也忘了 然後那一天 比方說那個出家人 在犯那個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叫他走開 我不要再看他了 回去帳篷了 跪了 然後另外一個 住家人在旁邊 就提醒我 師父 你說 就犯這個罪 一定要趕出去 我說啊 我有講啊 哎呀 好那趕出去了 聽懂嗎 而且那個人 也沒有九師父 當時沒有那個 那個九師父 原諒他 那當然我沒辦法 了解師父意思嗎 要說趕出去 我還問那個旁邊的人 他那個人 趕的時候 他有沒有九師父 原諒他 他說沒有啊 那我怎麼說呢 懂師父意思嗎 怎麼有口的不能 不能講話 有口就有口 給他吃飯而已啊 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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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剛剛說懂 知道 好 不過 即使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看有時候 師父敢誰 又是罰誰 我很那個 很不安心啊 我不喜歡啊 有時候罰他們貴 我自己也貴啊 不是罰他們貴就好了 我認為我也有責任啊 招待不做啊 窮壞徒弟啊 自己也罰貴啊 不過沒人知道 都是同情他們而已 偶爾沒人同情 所以有時候 都是你們自己造主來的煩惱 懂不懂 犯好幾次 讓師父不好招待 你們讓我很難過 逼我應該趕你們 或是罰你們什麼 嚴重的那種方式 我不喜歡 不過真的沒辦法 還是這樣啊 哪裡父母喜歡罰自己的小孩呢 有嗎 不會啊 自己還是很痛苦啊 逼不得也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 他繼續被窮壞下去 又變成社會的一種負擔 然後變成壞人 傷害到自己的名譽 傷害到社會 到父母 了解不了解啊 我已經講過一個故事給你們聽了 再講一次 有一個 印度有一位很大的那 強 強盜 很出名 一動就殺了 什麼都拿 惹你 愁笑 愁笑 有一次 被警察抓到 一定砍了 懂不懂 這個不用再論什麼了 因為 抓好幾次抓不到 這是好難得的 抓到 一定砍了 砍頭了 沒有什麼原諒 懂不懂 如果碰到他 抓到他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也許還 還那個平安一點 懂不懂 還 也許想辦法減少他的安命 是不是 不過這個他犯了好幾十次了 好幾百次了 好不容易再抓到了 聽懂不懂 所以根本不論什麼原諒不原諒 有的時候徒弟也是這樣子 你們了解師父意思嗎 即使抓到第一次而已 不過那個紀錄已經太多了 了解師父意思嗎 好 好 那現在我們講那個印度的人 他 被抓的時候 當然警察要罰了 砍頭了 不能再原諒他 不過十人以前 他要求看他的母親 當然 人家會讓他看 十人以前 要求什麼都得到嘛 最後一個 恩惠 他看他的母親的時候 在大眾面前 很多人來看他 被刑判了 因為 他這個太出名了 太出名了 大家都圍著看 很多大眾都來看 然後在大官 那警察大眾面前 他就包他的母親 然後忽然間母親就 叫了一聲很大 他昏倒在下面 原來他把他的母親的耳朵 搖掉 水都一直流上 大家都震撼了 就在來問他 為什麼你做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對母親這個樣子 他也大聲說 因為他是證犯 證犯 你們 你們 犯錯人 我不是證犯 他才是 小的時候 如果他把我教育好 沒有叫我壞事 我今天不會變這個樣子 他才講他的故事 小的時候他們家庭 也不怎麼很貧窮啊 還是過得去 不過有一次他忘記他的筆啊 寫那個筆啊 毛筆 或是什麼筆 然後他就跟那個隔壁的同伴 借他的筆 借了 小孩子嘛 寫完了 忘記了 放在自己的袋子裡面 拿回家 回家 回家就拿出來 才記得 才跟母親說 哎呀 我今天接到這支筆啊 又忘記還給人家 我現在要馬上去還給他 怕他需要 因為我回家就有自己的了 他母親說 別換別換別換 不要啦 漏到你的手上 就是你的 以後也是這樣這麼做 你能接什麼 你就接什麼 接不到就 搶著拿 偷偷的拿 我就不用 費錢買東西給你 好 那個小孩子 剛剛也感覺到奇怪 後來每一次拿到什麼東西回家 他母親都鼓掌啊 就說他乖乖啊 很好啊 讚嘆他 所以他越來越偷東西 越來越厲害 越來又搶人家 又打別人的小孩拿東西 然後講他 偷人家的鴨啊 雞啊 牛啊 然後又殺生 又偷人家的財神 變成習慣 每一次他的媽媽都擁護讚嘆 懂不懂 所以那天他被抓到啊 他才患然到我 他說他母親還是很壞 叫他不好 了解師父醫師嗎 當父母是很為難啊 當師父更難 懂不懂 一遍不想讓徒弟受苦 一遍要讓他應該 應該成才成人啊 應該變成偉大的人物 最小變成很可靠的一個功名 都是小孩子從外面進來 懂什麼事啊 因為叫他不方便啊 懂不懂 叫變成一個負責任的人啊 有道德的心啊 有一種堅長 有那種對上帝 對佛菩薩信心的話 那個簡單嗎 簡單不簡單啊 不簡單啊 都是愛玩、愛喝、愛吵 比較顧自己的 沒有顧別人啊 你們有小孩子 你們都知道嗎 小孩子是最顧自己的 連父母也不顧了 不懂你們父母苦心是怎麼樣 哪裡懂得師父呢 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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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走路 你會想吃嗎 麻煩 有時候 我們會想吃